- 嗨,大家好,我是來自香香The Box的VTuber森森林蘭 平常會在YouTube上進行各種唱歌或者是各種類型的直播 4月27號的時候會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嘛 然後雖然其實網路上很多都有介紹到這次演唱會的很多東西 像是原本一開始場地在規劃的時候是想要找更小的場地 然後那個更小的場地是柏爾藝術特區那邊的場地 但是後來不知道是怎樣 好像是經費上面不知道為什麼越規劃算一算開會各種開之後 後面突然就覺得說我們好像可以去高流 然後大家討論討論之後就說要不要去高流要不要去高流 就想說好衝了衝了 然後最後就變成到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來辦了 然後也可以容納到這次售票會售票大概三千多張票 然後位置的話大部分都是在二樓的座位 就是可以坐著 最後一樓搖滾區是站著的 然後這次演唱會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 也在思考 喔對 因為我們這次有募資活動的關係 所以就有超過我們原本一開始募資的 一個打標的一個東西 然後也因為有打標的關係 所以之後在四月的時候 會另外再發布一首新的原創曲的demo 那這一次的演唱會裡面呢 有準備了十九首歌曲 就包含演唱 演出嘉賓會唱的歌 總共有十九首歌 裡面有 這十九首歌裡面 有準備了六首會是我的原創歌曲 那其中 其中至少會有兩首是 之前還沒有公開的 新原創的歌曲 所以大家到時候就可以在 四月二十七號在現場 聽到新歌的第一次演出 就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號 是信然迷路她慶祝 出道五周年的3D演唱會 因為我現在也要辦演唱會 所以我現在看到別人的演唱會 現在看都是 喔這個東西好讚 喔這個設計好酷什麼什麼的 然後還有就是特別就是覺得 看起來 可以 因為自己有開始在準備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會開始知道 說幕後某一些困難可能在哪裡 因為現在也是距離 四月二十七號 越來越近了 然後我也開始加強更多的練習 結果我會發現在練習的過程中 我會一直發現新的 需要克服的困難 真的實際練習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很多事情 比想像中的還要困難 原本想說你就是在舞台上面 拿那個麥克風 你就在現場唱歌 結果真的開始練習的時候 感覺差超級多 就是我的腰上還有我的頭上 會有很重的一些動腹設備 那舞台上想要有一個好看的樣子的話 就是我每一個動作的幅度 都要比我平常正常的幅度還要大一倍 可是因為我的體力很差 所以現在最困難的事情應該是 就是要在四月二十七之前要適應好那個設備的重量 還有要熟悉舞台上到時候的所有的動作 現在其實還有很多事情還在準備 就是希望到時候可以順利完成所有的準備工作 可以讓大家有最棒的演唱會體驗 很期待四月二十七那天的到來 因為我為了這次演唱會 我特別去看了別人的演唱會 就是去年那個Coldplay有在試運那邊辦一場演唱會 然後我就有去 它現場超酷的 它裡面就是放那個很大的氣球 然後還有彩帶 所以我那時候回來 回去的時候我就跟翔翔說 我想要在現場放彩帶 然後我現在還不知道現場會不會有彩帶 但是我很想放 還有就是他們那個 現場的歌手都會跟大家互動 就是可能會有那種帶動唱的部分 然後剛好前幾天的時候 我剛發了新的原創曲 這首叫《嗚呼》 那首歌裡面就是會在副歌的時候 有一個啪啪拍手的地方 我就是在想說到時候現場的時候 大家可以就是到拍手的那段時候 大家一起拍手 這樣感覺就很酷這樣 這一次演唱會裡面 至少會有兩首歌 會是大家之前就不會有聽到的 還沒有公開的 全新的原創曲 大家會在演唱會的現場的時候 聽到這首新歌的第一次的首歌 而且我這一次的歌曲裡面 我有一首是寫到 比較感情方面的類型的主題 因為我之前寫的 以往過往寫的主題 其實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那種愛情類型的東西 然後我剛好這一次的時候 就就是寫的時候 有寫出來了一首 所以大家到時候就可以提到 只是雖然說現在演唱會有19首 但練團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根據狀況來去調整歌單 所以還是要看到時候的情況 喔 他的這個 他這首的愛情的故事 主要是在講 主要是在講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愛而不得的那種感覺 他其實跟我自己本人的聯繫沒有到非常的大 對 那我就是 我就是會在寫歌詞的時候 我會依據可能我身邊的朋友啊 或者是我觀察到的各種故事 然後我會試圖把它寫出來寫在我的歌裡面 所以他就不一定是我本人的故事 但是也是我覺得 可能大家聽到的時候會有共鳴 就是喔我以前好像也有這樣 或也是我也是這樣想之類的那種的歌 我還蠻想要看到現場的時候 可以看到鳳凝草門一起就是 揮舞螢光棒的樣子 還有前幾天剛發布的 我就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一些 最後演唱會才可以做到的那種現場的即時互動 我還蠻想要在演唱會上面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沒有辦法說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去做 就是像是那個 大家一起揮螢光棒的樣子啊 這就可以環繞四周 然後看到整場都是螢光棒亮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會非常的感動 這應該是我在演唱會上面 會想要看到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要來參加這次的演唱會的話 因為我有看到很多的鳳凝草獅 第一次要到現場參與演唱會 但現場會是近待外食跟飲料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帶水 不然排隊很久的話可能會渴 然後排隊的時候也要請大家 聽從現場工作人員的指示 還有要注意你們的隨身物品安全 然後現場到時候不會有錄影 而且有雷射光 所以在演唱會過程當中 是不要把手機拿出來拍 不然手機被雷射光照到的話 就有可能會壞掉 然後還有就是這次演唱會 是真的還蠻難得的 就是這種規格的演奏 就是真的不是說想要去達成它 你就可以把它準備出來 所以很期待到時候 可以在現場看到大家 讓我們一起揮螢光棒 就是這一集的 無論是緊張開動 我們不要這樣 這樣要是無論是 我們都在街上 我們現在三市長的 那一市長的 你住在這裡 我們現在三市長